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救援中使用直升机 则每小时花费3万元 2016年四川规定 旅游自付救援费 如2019年2月13号 旅游违规登金银山失联后获救 最终承担2万多元救援费用 2018年安徽黄山作出规定 擅自进入景区未开发开放区域的旅游者 求救产生的救援费用 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相应承担 国外旅游遇险也存在付费救援 2018年日本旗游县正式实施有偿救援 其明码标价出动直升机营救山中遇险人员 每5分钟收费5000日元 一小时收费在6万日元 在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一些冒险活动 一旦遇险 需要旅游自行投保的商业保险公司买单 在美国部分州政府规定 如闯入保护区 或是无人开发 无人管理 无人维护的地方遇险 需要自己买单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暴客户端